作为第一块男子速滑金牌 希望就是给大家以后起个好头吧 开了就受不住了 都拿几块 但是这个项目 如往会比中国代表团如往还早 所以说这个项目就属于田径的大象 所以说这块男子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 还需要继续的努力 因为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有关于骑手诅咒这个问题 你是中国过去参加22届的冬季和夏季奥运会的骑手中 第一个拿到当家奥运会金牌的 你是否知道这个说法 那么当时让你做骑手的时候 你对自己的体能会遭受影响 这是否有担心 谢谢 那都快给我吓死了 但是怎么说呢 为中国代表团当骑手 还是希望中国队可以骑开得胜吧 所以也是这么一直安慰自己的 但是比赛来说什么摸着不摸着 这商场滑就完了 你刚才也反复提到了心态问题 想问您一下 您赛前是怎么调整心态的 和四年前相比 您这次是更紧张了 还是心态更好了 另一个你这块金牌想要献给谁 献给谁 谢谢 心态跟四年前相比还是有些不同吧 毕竟不是逐场逐战吗 所以还是紧张和兴奋都有 艰巨 所以这个状态非常好 对于比赛来说 尤其是大赛 献给祖国 献给国家 大赛 大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